我是這樣子 對 哈哈哈哈 1 開始 好啊 那給大家看一下 是冠婷先 因為我這個人可能穿那個身體有練 所以比較三角一點 就把衣服撐得有點 這個三角 上面有點開 對比較快 你真的很快 對啊 你有什麼技巧嗎 沒有 就是常做家事吧 OK 然後在那邊偷修啊偷修 好 那我們就再請網友給分 這樣子 好不好 謝謝冠婷 好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折法好像 不同 不一樣 但是我很 折蠻好的 我很喜歡把T恤折成這樣 然後因為我自己在家裡收衣服的方式 我是這樣子 然後會再這樣子立起來 一件一件這樣擺 所以這是我平常習慣折衣服的方式 因為我以前也是這樣子折 然後這樣點上去 但後來發現如果我要拿第二件的時候 我這樣抽出來 我上面就會整個倒塌 所以我家裡我是這樣子 對 哈哈哈 嗨 明朝 我是陳婷妮 我是陳婷妮 就乍看之下是一件就是一般的這個 毛衣嘛 但其實它有一些小球 所以它有很多這一季他們的這個刺繡 那我覺得這個刺繡就很童趣 然後很多很可愛的英文單字 還有一些圖案 對 你看 這一個愛心 對不對 然後這邊有那種 Hot Wax 對 你真的很喜歡Hot Wax 對 就聽起來好像很 Hot Wax 聽起來好像很黏很油膩 然後感覺又不知道 有些什麼 對 然後就覺得哇 很童趣很可愛這樣 就覺得 你看 這樣 這樣感覺看不太出來 可是有時候你外套脫下來的時候就 自己身上的 其實我覺得我今天就想像我自己是一個 身處在花園 遊玩的曬太陽的一個動物 所以在我胸口這邊也就是有兩個很可愛的刺繡 一個是小狗狗 一個是小貓 然後我覺得 一件衣服的剪裁跟色彩真的可以快速的讓你感覺到季節不同的變化 因為我身上這一次就是非常有很多春天繽紛的顏色 像我也夏天要到了終於可以穿涼鞋了 然後這一次的涼鞋也是一個屬於比較粉嫩帶給人家希望的一個粉紅色的搭配 就是便宜好看我就買 哈哈哈哈 對啊就是 對啊看啦看 看當下的感覺 有時候我買東西是看當下的感覺 然後我想說我還沒有缺 因為我喜歡一些比較素的T恤 然後我會看我缺不缺這個顏色 或是這個顏色可以什麼時候穿 或是 是不是上一季的T恤那個零可憐鬆掉要換新的 然後第二個就看他的那個質感 就穿起來 就是那個這種棒術 我其實 在T恤上面選擇我很喜歡選Oversize 所以我很常買男生的T恤 寬鬆T恤 像這一次我自己選擇的那件刺繡我也選了XL 就是最大的 因為我覺得女生如果T恤買寬鬆一點 其實你有很多不同的搭配方法 譬如說你就可以把袖子捲起來啊 或者是你穿短褲的時候你就可以 扎在裡面啊 或者是他真的 因為你選大的時候 他真的是可以蓋過你的屁股 所以你就可以在裡面穿一個Legging 或者是一個短褲 我覺得就會有很多 一件普通的白色T恤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穿 然後我們是在同一間這邊加 我們那裡去看 接下來五月的時候 兩位一同主演的星系火神的眼淚即將要上場 那時候大家可能看到都會穿著制服的他們 所以今天她的非常時尚出席 一顆T恤系列 也請大家可以多多的補足 想要推薦給大家的單品的話會是什麼 每次都跑我這個好拿 每次都跑我這個好拿 偷五題 我覺得啊 還是包包吧 因為我覺得包包真的最實雜 然後我自己在穿搭上面 我常常都在講 就是我真的是跟著季節走 因為冬天我就會超愛背 冠名這種大包包 對 大家就放到她的Instagram就知道了 對 就都可以把它塞進去 可是我覺得夏天一到了 我就會很喜歡讓自己 不管穿著上面或佩戴的包款 都盡量很輕盈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如果只能推薦一個單品給大家的話 我會推薦現在 玉珍的最走在時尚尖端的 腋下包 哇 腋下包出現了 而且夏天輕盈輕薄 就是要選一個這樣才很流線型的 對 然後因為這個包包 之前我已經很喜歡它了 然後每一季它又會再出不同的顏色 然後這一次它搭配的是老花的提花褲 對 提花褲 對 然後我覺得夏天喜歡背小包包的原因 真的是因為我覺得它很輕巧 但這個包包真的不要看它小小的 我自己實際使用過 我覺得它的容量真的可以符合現代人 所有出門應該要帶的單品 然後因為這裡還有一個它非常經典的小扣 然後也可以讓你出門的時候覺得背感有安全感 對 它的東西不會掉出來 然後需要的東西也都已經在裡面了 沒錯 所以這個真的是如果只能推薦一個單品 我會推薦的 好 就純寂要推薦給大家的 就是這個必需要用用的SWINGER的手袋 對 那如果我覺得你很厲害 因為你冬天跟夏天它的size可以差這麼多 還是說夏天的必需用品之外就放在冬天的包包裡面 其實也可以 而且其實剛剛我們在後台的時候 我有請冬天幫我女子你看這手袋 我覺得連男生背都很有... 很有造型的起來 而且一樣很貼合對不對 對 剛剛好 帥氣度是不是還是在 沒錯 你幹嘛撞我 如果女朋友是背這款包包的話 男生是願意幫她背 沒錯 也是可以搭配到今天的穿著搭配 對 你喜歡這款手袋嗎 也會推薦給大家 但是它可以擋在上面 對 除了貼合以外 現在也很流行這種小包大大包 沒錯 這也是另外一種搭法 好 那以上這三款手袋 就已經推薦給大家了 所以想要跟兩位有同款手袋的話 可以試探討一下 火災水是嗎 對 超像的 記者為您現在報導的是火神的眼淚 那今天是拍我們第一集的第一場 一個最重大的火災 那這也是大家會在這個電視劇裡面 第一次看到這麼大場面的火警 今天劇組動用了非常多人力跟物力 現場大概有超過十台的消防車加救護車 可能有一兩百個工作人員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震撼 阿姨我可以抱一下你嗎 不是這種擁抱是嗎 不是這種擁抱是嗎 今天喔 第一次踏入火場 第一次踏入火場 然後第一次被這個裝備這麼久 真的蠻累的 然後而且 真的消防也真的蠻辛苦的 所以就急著 可以嗎 可以嗎 簽名 就要離開消防你叫住 去動作因為我要改你的回憶 連他們跟我講那些 我都 我都沒辦法 那你知道你才給我一個連貫行 那我說如果你中間有拆其他靈異養 或誰的世界 但這個東西它不能嗎 但這個東西它不能嗎 請問你幹嘛沒事 放 你在幹嘛 放痛 這裡是急診室 這裡是急診室 講話小聲 喔 那是別人 我們要注意的 在你越長出來 好 注意到這邊 有參與打我勤務的同仁 今天早上就不用勤任 勤叫 注意到這邊 有參與打我勤務的同仁 今天早上就不用勤叫了 好好休息補個棉 好 補個棉 不好意思 看一下 等一下看一下 認識我 認識我 大家都慢了一點對不對 然後怎麼 來得行動 我只能讓你 好 沒有你還很敢嗎 學長 學長先動 學長先動 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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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消防車大戰垃圾車 好屌喔